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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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人頭水的後人 我個爸爸的名字 中文是叫做何展建 他入境的日期 是1918年8月 1918年8月19日 他當時的年齡是17歲 那 我是他的兒子 我是叫做何浩尚 我今年是65歲 在這個時間裏 我和我爸爸所見的面 只不過是一次 是1963年 他回到香港 在這幾十年來 因為我是第一次見到我父親 那 他當他回到香港的時間 那他和我講很多關於在加拿大的事情 那 有一次我記得 我說叫他去喝茶 他說不要去喝茶了 不如買一條麵包回來 買些筆塔回來 茶 找個透視解 輕熱的吃得 他說 你 沒所謂的錢 很難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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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覺得 他喝一杯茶 只不過 是很小意思 而在香港 以前來說 就算是現在 都是很小意思 但是在他老人家的心目中 他認為是奢侈 他說 以前 他來到這裏的時間 只不過是兩毫半至一個小時 有時有得做 有時沒有得做 那他呢 就 說起 他說 我初初 去到加拿大 我是沒有錢 那時候入境的 那時候 要有人通知 我們鄉下的宿伯 這裏借些 那裏借些 那裏借些 籌夠五百元 才能夠 才能夠 離開你的碼頭 就去找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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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間 五百元來講 真是天文數字 我覺得 那 前兩毫半至一個小時 又要吃 又要寄回家 那 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說 要幾多年 才能夠還清這五百元 我相信 銀幣呢 我相信 最得行到 要三四年 就算不吃 好省好省 都要幾年的時間 我覺得 為何 我們是 會收我們的錢 才能夠讓我們上入境呢 真是很莫名其妙 全世界 人家來到這裏 都不需要人頭碎 為何我們中國人 是會要給人頭碎 那 最後的時間 我又 意正 她的吩咐 就去買一條麵包 買點醬 買點多牛油回來 開杯奶茶 她很歡喜 她說 她說 我今天 在這裏 一家存在 在香港 她說 亦都 不知幾時 將來有沒有機會 跟你在一起 不斷喝 吃麵包 或者喝杯茶 她說 她說 我現在是年老了 六十幾七十歲了 那時候 她說 沒多久 兩個幾年 她回到 加拿大這邊 過了幾年 我父親就去一生了 在這個經歷裏面 她跟我說了 她說 在加拿大 過過以前 入境那些辛苦的情況 她說 所以 你們要爭氣 她說 我什麼錢 是沒有給你們的了 我只不過 是有這一張 入境人頭碎 這張紙給你的 那我覺得 我不介意 我爸爸有沒有錢給我 只要她老人家 平平安安 那我已經是 三滿意足的了 她在這邊 那我在香港以前 我又沒有辦法 服侍她 那她 一個人 翻過來這邊 那思想下 她一個老人家 六十幾七十歲 孤孤單單 在這邊 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相信很多 近來的中國人 是不知道這個情況 是要親身聽到 你的家屬或者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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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情形 她說 來到這邊 還有 大架唐人 就是 住在唐人街 那裡 就不會出去 Histing那邊 她說 我們走出去 就被那些白人 又捆 踢 踢 啊 我覺得 你 一個中國人 找到我先 不是犯法 為何會是這樣呢 所以 我覺得 政府今天這樣 對我們 年前 不同意 說 是我這件事 對我們 是很不公平的 我們要 希望政府 給我們一個公平的答案 公平的 告訴我們 為何 全世界都沒有 不用付錢 而是我們的中學人 就要給人頭稅呢 我希望政府 能夠真是 聽到我們所說的聲音 能夠明白 我們的 我們的 錢 來到這裏 那些老人家 真是很悲慘的 大師 一家 是 人 老人家 都不愁 人 一家 人 一家 人 一家 人 人 那些人都不财的便利, 这些人都财了钱有八万 那些人都财了钱, 这些人都财了钱 这些人都财了钱 那些人都财了钱, 这些人都财了钱 政府 都不能偷偷一下 政府可以到處去 政府不是不受理 去塞灰 在家裡 塞灰 在家裡 塞灰 塞灰 政府不在家裡 都不能偷偷一下 在要求公共 皇帝 皇帝 法国国交 皇帝 法国川相事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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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